别以为路边的快照机拍的照片很普通 现在可是噱头十足 按钮选择美肌照或一般证件照 只要加个50块钱快照机也能变美肌 不过所有东西都得DIY 椅子高度自己调 镜子太脏自己擦 接着瞧好角度摆好pose 咔嚓一声证件照5分钟内就能拍好 连艺人顾婉宇也惊艳 PO出两张证件照对比 顾婉宇对右边超满意 还说快照机灯光打得好让你上天堂 黑眼圈几乎不见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们实际找到这台快照神机 外观看起来和刚刚的美肌型快照机差不多 这台主打可重拍 一共三次机会让你选择最满意照片 拍完还能调整距离和大小 以免不符合规定尺寸 如果临时找不到快照机 其实有些超乡里头也有像这样子的快应机 能够随拍随印 在机台上百颗镜头和两个闪光灯 因为后方没有遮蔽物 所以拍完照得自己去背 把三组照片拿来比一比 超商快照虽然便利 但效果相对差 至于顾婉宇封为快照神机的机台 照片颜色相对红润 脸部阴影也比较深 主打美肌的快照机 则是名副其实的很白皙 但眼镜有反光光点 恐怕不能当作正式正见照 而且三组机台价格也不同 美肌快照最贵 但拍的照片却最少 相关比较好 为什么 他会修 应该是路边也是可以 为什么 方便 说到底还是要看照片需求 如果是身份证或护照证件照 还是选择专业相关比较妥当 以免照片不符规定 再美也是百花钱 接着陈子芬离璇台报导